在较早前,由我们开始呼吁,和中医的一些相关的团体都有呼吁,大家都大声呼吁之后, 到目前为止来说,其实政府开始有一些行动,将我们这个中医药的一个参与,就是在这一次抗疫的战争斗中。 大家可能在前两天都会看到一个新闻,就是浸会大学的副校长,便笑长教授,和注册中医师会, 他们也有搞一个通过医管局,他们就会有些病人,特别在院舍他们那些, 他们就是可以我们中医,可以通过在注册中医师学会登记, 然后是如果是有需要的话,就可以为这些院舍的院友,是获得一个中医的诊治的服务。 这是第一点,我觉得这个起码开拓了,就是说中医的诊治是可以下去一些最需要的患者身边, 就是一个最需要的患者的治疗当中。 其实我们是很有信心的,也可以这么说,都准备好了,很有信心的, 因为其实就算政府方仓,你请不请中医院进去,我们本身自己在私营执业的时候, 已经每天都对着很多轻症,或者是中轻度的患者。 所以在技术上,或者在经验上,我们已经是累积了一定的经验,在今次的疫情当中。 其实新冠这个疫情,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中医学说的瘟病,瘟病学说的风瘟,或者是瘟疫等等的病症。 所以其实我们根据这个瘟病学的一个治疗的指引,它的变化, 它疾病的病基,全面的变化,和它的使用药物的内容, 其实我们中医界都是有一个自己比较清晰的一个临床指引,或者是一个治疗的方法。 所以就算我们最后其实不是打磨,但是我们大部分来说, 我们可以通过问,听,其实我们都可以获得很充分的资料,去判断这个病人, 其实他是否可以用中医药的治疗的。 我们会和病人去沟通,看看他现在那个表现的情况, 离胎,说话的声音等等,我们会做快速测试。 我们会做快速测试,首先我们会确定这个病人是否新冠性, 这个要很清晰的。 如果他自己已经是,首先我们要明确诊断,就是譬如这个病人, 他这个新冠是一个阳性的患者,刚刚开始的。 他测试就是阳性的。 当他吃了中药之后,我们都会要求他每天做一个检测。 譬如说,看看他每天的反应。 如果他开始好之后,他这个检测试就会由这个阳性, 这个就是阳性, 那他呢, 就会呢, 开始就慢慢呢, 就是会浅了, 刚才是深阳性,现在就是一个浅阳性, 就是一个弱阳性, 然后呢,慢慢他就会变成一个阴性。 所以其实, 我们不是单纯主观感觉的病人好犯, 我们以前看过就是, 其实中医不单只是一个变症, 而且他也可以是变病。 我们就是说精准中医, 他除了去控制病人的症状, 主观感觉, 一些临床症候, 他好之后呢, 我们呢, 都是觉得, 我们真的有效呢, 我们是可以通过快速測試, 去证明到, 喂, 中医药已经是帮助病人, 是很快的, 他有阳转阴的一个过程。 在这个案子当中, 最快三天, 有阳性, 强阳性, 正确性, 吃了中医之后, 他有发烧, 咳嗽, 咳嗽, 咽喉痛, 痰多, 三天, 他就已经转阻阴症了。 目前来说, 比较长的案子, 可能是六天, 或者是大约六天, 一些老人家, 但快的呢, 其实是三天, 平均来说就是四至五天。 但是呢, 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, 就是, 针对比如这一点说, 由于呢, 比如说, 医工局, 他可能就是收到病人, 然后呢, 再呼一些学会, 然后再给一些中医师, 自愿去参加, 自愿去参加。 当中呢, 牵涉到很多行政, 医生, 物流, 派药, 收费, 是否是收费, 还是免费, 等等, 很多行政里面的东西, 其实现在是不清楚的。 中医药的参与治疗当中, 其实除了在这些院舍, 现在爆得最厉害, 死亡率最高的老友记之外, 其实在社区里面, 都还是很需要中医介入的。 但其实, 实际上我们知道, 就是香港现在其实每一天, 都仍是三万例的确诊, 其实隐性的传播可能是二十万, 或者三十万, 甚至是再多的。 所以其实, 我觉得整件事抗疫, 其实我们之前都呼吁过, 你需要有一个中央统筹, 针对中医药抗疫, 集合各界的力量, 不是单单拖, 就是单打独斗。 其实, 香港的中医整个中医界别, 一开始来说, 分得比较散, 所以在要去行动的时候, 其实如果政府再不是, 可以在中央指挥, 调配资源, 以及在多方层面里, 是作一个指引。 其实中医界, 就算去参与这个救治活动, 我认为都是事半功倍的, 其实效果不是发挥到最大的, 一个理想的情况。 在两年多的疫情以来, 我们中国, 那么多省市, 那么多边境, 每一波大大小小的疫情的扩散, 我们都是, 集合全国的力量, 都是可以去控制。 首先, 一定来说, 我觉得, 你要相信国家, 在这个时候, 信心是不能动摇的。 第二件事, 我觉得是, 香港政府呢, 其实要反思自己的, 自己这次的行政上的, 公共卫生的一个处理。 那么我们现在呢, 就是基于香港人, 我们要有狮子山下精神, 就是有中央的支持, 和全国的力量, 无论是各方面的力量去支援, 我们一定可以打成仗, 必然打成仗, 必然是可以克服这个难关, 但是, 我们不可以原地踏步, 不可以再在公共卫生, 在政策上, 或者是中医的这件事上面, 那个参与, 就是你不去, 不去再去走出一步, 去改变, 以前一些固有的, 就是固有的一些天花板。